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个的话我们是已经讲到了 获取到一些其他的信息 还把那个什么呢 演员信息那一部分的话 我们还没讲完对吧 那么这几个的我们继续从这个基础之上 来往下面去讲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说去获取那个下面的演员信息 那么的话我这个地方 还是把这个100改成那个什么呢 改成那个inforce 它总的那个长度 它的那个总的长度 不要发生那个列表越界的 列表越界的一个这样的情况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从这个下面 再从这个下面的基础上 再去获取那个什么呢 获取那个数据对吧 就是再从这个什么呢 从下一个位下标开始再去获取 那么就是这个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inforce 然后是通过这个x下标去拿到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打按下这东西 来打按下好吧 我们的加紫网上 我们的加南云下 这个地方先把这部分把它给注册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下面所有的这些演员信息也全部都把它给拿到 但是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下面这个简介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了 对对 下面这个简介这个东西我们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就说只需要获取到简介的前面这部分 从出现的这个简介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就不需要了 对对 所以我们这地方就要去给这个panda 给panda if actor.sars sdarts 如果是以这个 这个简介开头的 对对 如果是以这个简介开头 那么我们就以这个把这个取下 如果是以这个开头的 那么我们就直接可以 这个放行环就可以不用走的 就直接可以便利便 就直接可以break掉了对对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再来再来打印一下这个啊 pand一下我们这个啊 pand一下这个actor啊 我们加索下我们的家来用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都把它给拿到了 对 所有的这些演员信息全部都把它给拿到啊 但是这些演员信息的话 他前后有一些这样的那个空白字符 那么的话我们就把这些空白字符把它给去除一下啊 那么的话就是sdip sdip 然后的话可能加索可能加来用一下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正常的这些演员信息了对不对 拿到这些演员信息 我们是应该要把它给重逐到呃 重逐到一个列表当中好吧 或者是把它给当成一个字状的形式啊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把它给弄成一个字状啊 呃 就是这个actors啊 acd ors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于先弄先把它给放到一个列表当中吧 先把它给放到一个列表当中啊 那么actors actors 就是appaint的啊 appaint的这个什么呢 actors对吧 actors啊 好这个for情况走完以后我们接下来再来打按一下这个什么呢 actors 好吧 就是上面再先定一个演员的一个人的列表 那么接下来再通过这个for情况啊 去把每一个这样的演员信息添加到这个列表当中 对对好 那么我们右键来执行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演员信息全部都放在一个列表当中了 对对 但是有个问题啊 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列表当中他的第0个数据是那个吉姆 呃斯特吉斯对吧 那么是不是第1个数据没有啊 对对 第1个数据在哪里去了 第1个数据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主引这一块就 已经被那个取掉了吧对对所以我们要把第1个数据拿到的话该怎么就做 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们还得去把这个info把它给给进去啊 对把这个info给进去啊 那么controll加斯坡这个controll加来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杰拉德巴特勒也来了 对对 杰拉德巴特勒也来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列表的形式 得到了一个列表的形式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呃 因为列表呃 我们把这个列表 我们把这个列表的话就存入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电影啊 那个字典当中吧 就是acd ors啊 等于这个actors啊 好 那么这个演员信息也已经拿到了啊 演员信息也已经拿到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事情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获取这个简介了 对不对 获取这个简介啊 那么简介的话也是非常容易获取啊 就是lif这个什么呢 info.sdips 这个什么呢 简介啊 如果是以这个开始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info.sdips 等于这个什么pass info啊 然后是info 然后是个简介啊 然后我们 嗯 这里面报什么错啊 看下啊 info.sdips 等于这个pass info对吧 info 然后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这个 哎 哎 刚刚凭什么报错啊 我刚刚应该是编辑这个问题啊 应该没我啊 没错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简介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答案是这个info 好吧 呃 刚刚啊 啊 我们这个简介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这个演员这个信息也是一样的吧 对吧 这个简介的话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简介如果你只获取到啊 呃 这个简介如果你只获取到前面这一行的话 他只是一个 他只获取到这一行 那么你还得去获取下面的这些数据 对下面的这些数据啊 那么下面的这些数据的话也是什么呢 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地方也是跟上面这种方式类似啊 那么这也是for x一个什么的range啊 要是那个index index加上1啊 然后啊 那那个最长的话就是for enforce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一下这个什么呢 来获取这个 简介啊profile 是等于这个info info下面的那个ex对吧 再来打按一下这个什么呢 打按一下这个profile啊 保存下 哎这个少了个猫号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简介把它给拿出来了对不对 那么我们该从哪个地方开始呢 是不是啊从这个下载地址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了吧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来看啊 就是if什么呢profile.profi.stas啊 以这个 开始啊 那么我们就break掉 对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打按一下printprintprint一下我们的这个什么profile啊 好 嗯 嗯 是吧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那个简介信息对吧 然后也是将他的这个什么呢 将他的这个前后的那些扣买字符把它给删掉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是.sdip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简介啊 这个的话就是简介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简介的话就是 嗯 movie movie下面的那个profile对吧 profile pr rf rl 是等于这个profile对吧 这个简介信息一二级拿到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获取这个什么呢 下载地址啊 再来去获取这个下载地址 好吧 下载地址的话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把选点一下这个 然后的话点击这个啊 他是在哪里呢 他是在这个 嗯 看下我们能不能我们能不能好 我们能不能对这个A标签 能不能找到一个这样的那个 特性哈 就是啊 比如说根据他的class 或者根据他的什么东西 能够找到这个A标签啊 那如果能够找得到的话 那么就比较好获取的对吧 哎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获取到什么呢 我可以通过这个td标签来获取啊 可以通过这个td标签来获取 因为td标签的话 上面有个字的bg color是等于这个东西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个这个特性去获取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呃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个for形容当中去写的啊 好 那么就是 呃 那个下载地址叫做download dowlad uif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 呃 sml.pass xpath啊 然后的话是那个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td标签 然后的话这个td标签有个有个那个 有个那个特点啊 叫做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个他的那个backbrow的啊 backbrow的卡的的话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那么的话就是dj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于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呃 我们再去取到下面的什么呢 再去取到下面的那个a标签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srf属性啊 我就是a标签下面的那个srf属性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打一下这个什么呢打一下这个下载地址 paint一下这个d标签下面的我们再来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下载地址啊 也已经有了 对吧 这个下载地址也已经有了啊 这个地方给他取一个取营操作啊 好 那么下载地址也已经拿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movie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d o w w n l o a d d标签 url啊 是等于这个d标签的ur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电影所有的信息 我们就已经全部都把它给提出了 全部都把它给提出来了 对不对 把这个给提出来了 哎呦接下来我再来把这个字典把它给反过回去 好吧 把这个字典把它给反过回去啊 反过回去以后 接下来我在这地方啊 呃 这地方的话我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字典 对不对 可以获取到这个电影的这个字典对吧 那么有这个字典以后 接下来我在这个上面哈 我再来定一个字典的一个啊 不是就是电影的一个真的啊 列表 好吧 等于这个列表啊 要是这个啊 movie死的话 就是啊 paint啊 这个movie对吧 好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说 就是要获取完整以后我们再来统一来打印这个目标 好吧 就是获取前面记忆的那个电影信息 好吧 恐怕的加拿来运一下啊 呃 现在因为是全部都获取以后才会打印 所以的话他下面可能就呃 没有这些数字的啊 那么我先把它给关掉吧 先把它给关掉啊 呃 我在这个地方来打印吧 我这个地方就不再打印 我在这个里面来打印啊 就是获取一个电影我就打印一个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些电影啊 一个个的全部都被我那个爬下来了 对不对 而且这些还有他的那个下载地址啊 就是以后我如果想要去下载的话 那么我就把我爬就下载这个数据这个地址下载地址 把它给下载下来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下载地址的话 他采用的是那个迅雷的那个协议啊 所以的话你要下载的话就把这个下载的这个链接放到那个迅雷的那个软件里面就可以下载了 好吧 那么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啊 啊等到后期我们会跟大家讲的那个阶层啊 然后的话那些赛斯维啊 那个赛斯维啊 还有数据库的一些这样的啊 保存 那么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存入下来对吧 那么以后你想去看的话就从这个里面去把它给拿出来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电影爬中 这个电影天坛的那个爬中 好吧 这个爬中来这个爬中的话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说稍微复杂一点 稍微复杂一点啊 就是说你学习完自己如果能够动手全部的把这个爬中 这个呃所有的代码啊都能够理解什么意思 全部把你写出来以后啊 基本上啊 我可以说基本上啊 百分之八九十的这个网站的话 你去爬起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啊 大家哈在课写里面多多去练习一下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里吧啊 感谢大家